您好,我叫王毅潔 我主修打擊樂 擅長馬鈴班不琴演奏以及各項打擊樂器的演出 以往有參與過奇美管弦樂團的演出 以及有參與過聯亞文打擊樂團的演出 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 參與聯亞文打擊樂團的時候 必須都是要一直台中台北兩地往返跑 那其實過程中其實滿滿辛苦的 因為有時候練完整個團練的活動之後 都是要搭夜車趕高鐵回到台中 然後再好好的隔天再繼續上班 可是我覺得這個過程之中 讓我收穫最豐富的就是 可以跟不同的演出團體一起表演 那這過程中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事情 是可以看到不同演出團體的努力 以及在演出的過程中 我覺得還滿能夠獲得成就感 以及參與感的 這十幾年來的教學經驗 讓我知道說其實 我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先跟學生培養好 有時候類似的是當朋友的關係 然後促進他們對於這樣樂技產生的興趣 那因為有時候在學習的過程中 學生有時候可能會遇到挫折感 所以呢 比起這個呢 我會覺得跟他們彈行 然後讓他們喜歡上音樂 以及從表演中得到成就感 是我最主要的教學理念 因為我覺得這一間教室或者是老闆 或者是工作人員 讓我覺得非常窩心的事情 是總是能感覺到老闆 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員 有站在老師的立場去想 就是老師有什麼樣的困難 老闆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員 都會幫我們去盡量的解決 以及呢 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想很多事情的角度 就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覺得要學好樂器的話 當然是要透過不斷的練習 以及不斷的告訴自己說可以再更好 那透過練習的方式 當然也有很多的方法去做 那有時候呢 很多學生他們會盲目的練習 可能就是一直都使用錯誤的方式去練 那我其實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是不太建議這樣子 我會希望同學或者是學生 能夠先找到自己 為什麼會練不好樂器的問題先去探討 那在這過程中引導他們 指導他們 然後幫助他們能夠 能夠利用更有效的方式 把樂器給練好 其實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 我覺得就很像是在學習怎麼樣的過生活 或是學習怎麼樣過人生 那因為在學音樂中呢 我們一定還是會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一些很多的瓶頸 那其實這跟人生或是跟生活上 會遇到的事情是一樣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通常都會建議家長 或是建議學生 我們應該是要去面對他 應該是要學著怎麼樣跟他們相處 那透過相處以及克服他之後呢 從中得到的成就跟快樂 也是自己能夠獲得到的東西 就像我們在過生活過人生 有時候呢 第一潮過久了之後呢 總是會有迎來希望的時候 或是具有成就感的時候 那都希望就是自己能夠幫自己的學生 可以達到這一個觀念 或是達到這樣的境界的體驗 要離開電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